從這通篇當中 有沒有哪一句是鼓勵 這個韓市長的話 哪一句 這個王世堅議員要指點一下 每一句都是這一種 指點 指點再指點 請問韓市長他是三歲小孩嗎 韓市長大家別忘了 他研究的是東亞的政治 他對大陸知之甚嚮 所以你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出來說 你要注意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什麼 他可能倒背如流逼 你們蘇珊昌還有其他人都還要守 這些事情有需要這樣子 故意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搬出來 然後說重點不是條例 而是說不准簽 其實包括那個議員 他的重點就是說 提醒你就是不准簽 就是這三個字 而且每一項都寫出來 貨 什麼官官課什麼都說不行 就是不准簽 這個不能簽 當然不能簽 從民進黨的角度 如果像王毅元講的 這麼的高度 這麼的寬宏大度的話 他應該是說 簽了很多跟台灣有利的 這農漁民的訂單 簽越多越好 如果連簽成這個觀光客 不管是自由行的或是團客 他願意定期 就是有多少路客來 我們也都歡迎 但是中央不是這個態度 說不准簽就是不希望 這一次有太多的成果回來 為什麼 因為這會是對照組 在中央沒有辦法簽 任何一個協議的情況底下 如果讓一個地方的縣市首長 去了大陸 大量拿了訂單回來 大量的把大陸的這一些路客 引進到高雄來 你認為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跟效果 人民看在眼裡 就是說韓國瑜這一套 我們喜歡 行得通 但是現在我看到民進黨 他拚命用政治框架 第一個他們說什麼 九二共識請注意 叫韓國要注意 你的九二共識 跟大陸的九二共識 到底有沒有一樣 怎樣 如果是不一樣的話 就是農產品不能賣了 陸客不能進來了嗎 過去政府八年 九二共識他講他的 我們講我們的 當然在內涵上 我們還是有一些看法不同 但是就不能做生意往來了嗎 不是吧 所以現在滿多民進黨的人是說 注意注意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如果不一樣 意思就是說韓國瑜 你就不可以去拿這個訂單回來 是這樣子嗎 第二個他講的說 這些訂單通通叫什麼 政治訂單 政治的這個符號 整個就貼在訂單上面了 所以政治訂單 請問如果他還要繼續買我們的鳳梨 買我們的蜜藻 那要不要賣 這柚子能不能賣 對 框上政治兩個字 我覺得政治在民進黨口中太廉價 什麼事情都框上政治兩個字 然後就是變成他去阻礙 兩岸交流的一個號碼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韓國瑜講得非常清楚 他剛剛講 蘇生上那一段話講得太好了 他要當船長 他也不要帶掃拔 他不是要去走對抗的路線 他就是希望兩大目的 這一次去大陸 更多的農與產品的採購 他這個就達到他的目的 第二個就是陸客 大家別忘了 最近民進黨這麼被罵翻的就是 春遊補助 我去年就講過 我說放心好了 絕對不會只有暖冬補助 今年一定是春夏秋冬 四季有的補助 為什麼 因為陸客減少的情況底下 衝擊我們國內的這些旅遊業 所以就會變成是 最近這個春遊就搞不定 怎麼補助 怎麼做 你看這個林佳龍 拿不出一套的辦法出來 所以如果今天韓國瑜可以到大陸去 把更多的陸客帶進來台灣 不管是團客或自由客 請問這對台灣的旅遊觀光不好嗎 對民進黨是解套 民進黨的壓力就是說 太多旅遊業者跟你們抗議 就是說生意不好 所以要求補貼 如果我們從源頭解決 從大陸這邊也有更多的觀光客進來 那不是都解套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到現在 沒有學會一件事 作為執政黨 那一種泱泱大陸的風範 該有的應該要具備 這一種的行程 明明就是對高雄市民有利的 你就大方一點 把祝福跟鼓勵的話說出口 這樣有很難嗎 有 剛才我講那多祝福鼓勵的話 所以民進黨祝福鼓勵的話 都只在你這裡 你沒有代表黨中央 不 我覺得下次應該要請王議員 到高雄的兩岸小組這樣 剛剛你可以看 蘇貞昌講那些話有什麼不對 他不講那些話才是失職 他身為我們國家最高的行政所長 他本來就應該講這些話 因為對岸還是處心機率 如果能夠像韓國瑜說的 通通不是政治 純經濟的這樣生意的往來 真的能夠這樣的話是很好 但是中共已經很清楚 這麼多年來 中共就是要以傷逼政 以民逼關 所以蘇貞昌院長還是認為說 這樣子你韓國瑜很天真的 那個想法就讓你去促成 不扯到政治的好 單純去賣的OK 但是不希望韓國瑜受傷 所以做一些這樣的提醒 這沒有什麼不對 我覺得我建議韓市長 我們下一次的兩岸工作 小組邀請王世堅議員 也當顧問 第一個 我相信你不會像這幾個議員 對市長是這樣的標準 你一定會鼓勵市長 出去把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帶回來 讓全台灣人民知道 真的可以經濟100分 你們的政治0分 第二點我要講的是 我記得馬英九總統任內 台灣賣了多少水果到大陸去 來了多少觀光客 台灣就有比較 地位比較低嗎 台灣就比較沒有國格嗎 反而那時候大家的生活 還比現在好 所以王毅元 已經有前車之鑑 我覺得司馬昭之心 你們到底為什麼對於 韓國瑜市長到大陸 南方神社去拚經濟 有這麼大的意見 我覺得就明講 我回答你 總統的時候 確實有水果賣出去 他們的路客也來了 可是 中國那邊得尊盡此 他希望再進一步 服貌 貨貌 他們的人也要過來 等於他們的人 直接就移民到我們台灣來 這我們台灣對各國的移民 這就是這樣 他來投資 他人就可以來我們這邊 直接來我們這邊 你看清楚 太陽花時代已經過去了 你現在還把那一套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是有階段的一步一步來 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只是被我們多數的台灣人看穿 所以服貌 貨貌才沒過 然後沒過了以後 中國就這樣子 把這一扇大門關上 是他們主動不讓路客來的 主動不讓我們把水果賣去的 不是有沒有賣給他們 導資一千五百萬的美金卡來一的 可以創造我們三十幾個 的就業機會 導資多少來兩個 三個四個都把它寫掉 來之後不可以移轉 來之後他要接受什麼規範 那裡面一千二次 是人家大量的錢 可以來導資 讓我們台灣的就業機會增加 三十五萬的 如果一千五萬我們來一的 這樣黑米豆腐 不是 你快 沒有 沒有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看這些稅行的貿易 你看清楚 服貌 貨貌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步一步 服貌 貨貌被我們台灣人看清楚 突然阻擋 不給它過 所以中共在併命 他先前給我們的一些甜頭 因為中共他是高壓威權 他很容易壓縮他們13億人 擠一點好處來收買台灣 先前他就是擠一點好處 要不然我們台灣的水果 還是要面對 中國更廣大的土地 更廉價的勞工 他們去種的 他們會更便宜 所以早晚我們要面對這些事 我們從來沒有反對 台灣水果賣去 從來沒有反對 在中國陸客來台灣觀光 沒有 現在是因為 中國他們自己阻止 他們不讓他們的陸客來台灣 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們看得很清楚 市長也同意 未來每半年的時候 兩岸小組會到議會做報告 你們到底做什麼 你有什麼計畫 甚至你這一次 到大陸的所有的一些 過程成果 也會回來到議會報告 所以我實在不曉得為什麼 這些民進黨的議員 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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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把你 我覺得他畫了一條紅線 萬一韓國瑜市長 好像說到大陸去 超過了這個紅線的話 那時候好像又要卡他 是不是給他造成什麼樣的壓力 民進黨我覺得這段時間從 把他塑造成是一個土包子一個市長 到說他是個林黛玉市長 我覺得現在又要在兩岸上面 給韓國瑜去穿小鞋 我看法是這樣子